我中奖千万迎接我的,却并非走上人生巅峰,而是家破人亡,然而这一切都源于老婆的姐姐。 我叫易阳,27岁,在兰州某广告公司就职,而我的老婆刘珊珊,则是一名医院儿科护士,虽然我们工作比较稳定,可因为房贷车贷,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,为此,老婆偶尔还是会抱怨几句,不过我也能理解,毕竟女人嘛,总喜欢过那种相对安逸的日子, 本以为我们会就此度过平凡的一生,可谁能想到春节前夕放假回家的路上,我和以往一样钻进了小区门口的彩票店,对于中奖这件事情,我从没抱有任何希望,不过这次购买彩票,却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,因为连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会中奖。 中奖后激动的心情我不再多说,毕竟人与人不同,税后我拿到一千六百万,捐出去五十万,剩下一千五百五十万。 在兴奋中度过整整一个月后,我和老婆双双辞掉了工作,同时我们对未来做了简单规划,这笔钱还过房贷车贷,到时候还能剩下一千四百多万,将一千万存入银行,剩下四百多万我们可以投资。 商量好后,老婆提议应该庆祝,不过本着财不外露的原则,我们只是单纯叫来了两边的爸妈,还有姨姐。 请客吃饭的理由,是老婆怀孕,姨姐刘月和我是大学同学,生得花容月貌,楚楚动人,大学期间,我也曾暗恋过她,造化弄人。 大学毕业之后,出于某种机缘巧合,我虽然没和她结成夫妻,却总归算是一家人了,我老婆和她姐姐关系很好,而我,自从和老婆结婚后,之前那些对刘月的想法也就烟消云散了,取而代之的便是一种尊重。 毕竟,虽然她以前是我的同学,但现在,却是我老婆的姐姐,也就是我的姐姐,晚上吃完饭,老丈人显然还没喝好,便邀请我父母去她家做客,说什么不醉不休。 而我和老婆,还有刘月三个年轻人,则是去KTV唱歌,本以为唱完歌后,我们便可以各自回家,但打死我都没想到,KTV唱歌的时候,老婆的一句话,彻底将我原本幸福的生活打破。 而我,也是过了很久,才知道原来当天晚上,老婆便将我中奖的事情说给了刘月,也许是开心,再要么就是真的喝多了酒,伴随着KTV闪烁的灯光,老婆和刘月去了趟卫生间,等他们两人再次回来后,我明显感觉刘月像是变了一个人。 一笑倾城,寒情默默,当我醉意朦胧之中,再次看到刘月,我竟然有种重返大学时光的错觉,这种错觉,竟然导致我在老婆醉酒后,同刘月两人,就像是情侣一样,牵手唱起了歌,好在当时老婆在沙发上睡着,我担心她随时会醒,并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,但尽管如此。 回家之后,我还是不由地责备自己,并且打心底里告诉自己,从今以后,绝不能再做出这种事情,接下来一段时间,我和老婆两人忙着投资开店,按照老婆的想法,她打算开一家美容店,因为现在这个社会,老人和孩子,还有女人的钱是最好赚的。 对此,我也认同,我负责店面的装修,老婆则是报名参加专业的培训,分工明确,且目的一致,让我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,充满了向往。 可言瞅着店面装修即将结束的时候,刘悦竟然冷不丁,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,当我看到刘悦发来的图片,瞬间脑子里嗡嗡作响,两腿一软,不由自主地坐在了沙发上。 没一会,刘悦便发来了视频,我犹豫片刻,接通视频后,刘悦满脸愧疚的表情。 一样,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的,可你我毕竟同学一场,我妹妹现在做出这种事,只希望你能原谅她,同时你们两人好好谈谈,说不定还能继续过下去。 当时我没说话,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,毕竟,我一直觉得自己老婆只爱我一个人,她绝不会背叛我,可现在想想,我才知道自己错了,老婆自从开始参加培训班之后,给我的感觉每天忙得不亦乐乎。 打死我都想不到,她培训之余,竟然会同一个我从没见过的老男人,出现在主题酒店门口,挂了视频,我直接抓起车钥匙,准备出门去捉奸。 当我开车,发疯一样来到这家酒店,将菜刀包裹在报纸里面,藏在怀里准备下车的时候,结果偏巧不巧,酒店门口竟然有一辆警车呼啸而过,说实话。 对于我这个从没打架斗殴,向来老是本分的人而言,警车的警笛声震慑力十足,我耸了,浑身颤抖地坐在车上,一双眼死死盯着酒店广告排上主题,那两个字,心里竟然不由地,开始想自己老婆会和那个老男人住在什么样的房间里。 两人此时究竟是在浴池,还是在吊椅上,最终在等待了半个小时后,我直接给老婆发送视频消息,但和我所预料的结果一样,老婆并没有接听,而是在我连续发送了两次视频后。 老婆只给我以文字方式回复道,正在培训,有事情等,培训结束再说。 看着这几行字,我瞬间失望到了极点,若说以前,我穷屌丝一个,无法满足老婆在物质方面的欲望,做出这种事情我能理解,可是现在,我特么现在有一千多万存款,虽然不算太多,但也能保证衣食无忧吧。 不解,悲愤,很快让我心里阴暗面彻底弥漫开来,恰好在我准备不顾一切冲进酒店,砍死这对狗男女的时候,刘月竟然给我打来的电话,他问我在什么地方,并且说明自己是担心我太冲动,做出违法的事情,所以特意来我家找我。 我当时太生气,便直接对刘月来了剧,你是担心我杀了你妹妹。 刘月选择了沉默,许久,才低声劝说,你先冷静点,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,有什么事情,你回来再说。 说一千到一万,我还是没有男人的血气,当我驱车回家,来到家门口的时候,刘月看似带着几分不安,在房门口不断徘徊着,当他看到我,便忙走过来抓住我的手臂,你干什么去了? 早知道你这么冲动,我就不该告诉你。 我没说话,一把将刘月甩开,拿出钥匙开门,刘月跟我进门后,便将房门关起来,坐在我对面,看上去好像他犯了天大的错误一般,低头,喃喃说着,我知道你心里难受,这种事情谁遇到都会难受的。 其实我也没想到,小山会做出这种事,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,我觉得你们应该冷静下来好好谈谈,谁还没有犯错的时候,对吧? 你走吧,我不想听刘月给我多说一句屁话,犯错,那也要看是什么错,这种错估计给任何男人遇见,都是无法原谅的,你觉得这种情况,我现在能走吗? 刘月丢下这话,然后便起身开始收拾家里的卫生,因为我早晨忙着去看店面的装修情况,所以吃完早餐,也没来得及洗刷网筷,和老婆结婚这么长时间,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刘月像个大姐姐。 而我,越想越憋屈,最后竟然彻底崩溃,两手抱着脑袋和孩子一样痛哭起来。 收拾完卫生的刘月从厨房出来,徐步来到我身边,轻轻将我揽在了怀里,不断拍打我后背的同时哽咽着说, 哭吧,哭出来也就不难受了,小山回家了,你们好好谈谈。 我以前曾幻想过和刘月拥抱的各种场面,可我从没想过,与刘月第一次拥抱,竟然如此狼狈不堪,那时候我伤心至极,自然也无心考虑男女之间的事情。 就那样抱着刘月,哭了足足有二十分钟,当我将刘月推开的时候,才发现她胸口白色的衬衣,竟被我的泪水和鼻涕弄湿了一大片。 她顺着被我弄湿的衣服看了眼,略显尴尬地笑着说,看来我一时半会是不敢从你家出去了。 我也被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,便让刘月去找一件老婆的衣服换上,如果老婆没做这件事情,我兴许还担心老婆会误会,可当老婆拒接视频,并且骗我说她还在培训的时候,我已经无所谓了。 甚至于,我让刘月去换衣服的时候,竟然巴不得让老婆误会我和刘月之间存在什么特殊关系。 刘月展现出了她善解人意的一面,面对我的提议,她直接选择拒绝,并对我看似神秘地笑了笑。 也就是这个笑,瞬间让我对刘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感,老婆回家后,刘月的衣服也已经干了,她见我已经冷静下来,便在老婆进门后闲聊两句,便匆忙离开。 至于老婆,则和往日一样,看似疲惫地脱掉了自己外套,然后便问我下午发视频有什么事情,并且是说自己当时正在培训,没办法接视频,我没说话,只是一只接着一只抽烟,老婆见我心情不好,还以为是装修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,便做下详细询问。 我从没想到自己老婆竟然如此善于伪装,在我心里,她可一直都属于那种单纯善良的姑娘。 怒火,再次从我心头蔓延,我拿出手机,直接将自己保存下来的图片打开,将手机丢在了桌上,老婆看到图片后,瞬间皱紧了眉头,并质问我,图片是什么时候拍的? 我没说话,因为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,老婆解释,可刚开口,我便喝令她闭嘴,她当时看上去慌了手脚,眼眶中勤着泪水,连说话的声音都微微颤抖着。 而我,见她越是紧张不安,越是难受,心里竟然越痛快,只等到她在我面前跪下,擦着眼泪,让我听她解释的时候,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我,还是没给她任何解释的机会,扔下一句。 什么时候离婚你来定? 看似潇洒地出门,实际上,刚从楼上下来钻进车子,我便哭成了狗,没钱的时候渴望有钱,现在有钱了,居然会变成这样,人的一生啊,谁又能说出个所以然来。 那天晚上,我在附近一家酒店住下,先拉黑了老婆的所有联系方式,然后便开始考虑财产分配的问题,结果,一直等早晨五点多钟,我才昏昏沉沉地睡着。 但睡了没两个小时,我就被手机铃声吵醒,给我打来电话的是我的岳母,第一次我没接,只等第二次响起,我才接通,让我万没想到的是,刚接通,岳母便对我破口大骂,一扬,你王八蛋。 你简直就是个畜生,就在岳母撕心裂肺大声咒骂的时候,岳父好像很生气地将岳母的手机夺了过去,紧接着,他对我叹了口气说,一扬,你快点来一趟医院,小山出事了。 尽管我依旧憎恨老婆的无耻,可听见岳父的话,还是心里咯噔一下,问到底发生了什么,岳父没给我说,但岳母在电话那头的哭喊清晰可见,想到刘姗姗毕竟和我已经同床共诊几年的份上,我于心不忍,还是去了医院。 可想而知,刚到医院,岳母朝我扑过来,看她样子,貌似恨不得将我生吞活泼,我肚子里憋着气,自然不可能站着挨揍,仅六十岁的岳母刚冲到我面前,我只是轻轻一推,便将她推倒在地,岳母见自己不是我的对手,便趴在地上大声地哭喊起来。 接下来,我才知道,原来刘姗姗昨天晚上等我离开后,开始给我发微信,打电话,可我已经将她拉黑,最终绝望的她,竟然选择在凌晨五点割腕自杀,好在刘月知道我们之间的矛盾,早晨六点多,便打电话给自己妹妹,接连打了几次都没人接听,便连忙赶到我家。 男人一旦冷血,往往连自己都觉得可怕,就像我,当听刘月说完情况后,我竟然想的是刘姗姗为什么不选择上吊,或者说不直接跳楼,因为这样,她死得会更快一点。 因此,我便判定刘姗姗根本就不想死,而是想要以此来示威,让我妥协,让我永远将头顶上这顶带颜色的帽子戴下去,等到时机成熟,她再将我一脚踹开,夺走我所有的财产。 接下来几天,我没有在医院陪护,岳父和岳母自然承担起了照顾自己女儿的重任,自然而然,在这件事情后,我中奖的消息不可能继续瞒下去了。 最先给我打来电话的是刘月,其实她早就知道我中奖的事情,只是在我面前,她表现出了自己震惊的一面,一扬,听解一句劝,既然中了这么多钱,你就应该好好和姗姗经营你们的婚姻。 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,姗姗这次既然能自杀,她肯定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,你就原谅她一次,好好和她过下去吧。 刘月在电话中给我说这番话的时候,我明显听见岳母在电话那头大声骂着,这种王八蛋。 害得姗姗差点没命了,还和她过什么,我们找律师,哼, 她现在仗着自己,有钱了不起,我不信她还能将所有的钱都拿走,这意思,再明显不过,岳母显然是期待我和老婆离婚,然后财产平分,到时候一千四百万,他们刘家最少也能拿到七百万。 妈,你就少说几句吧。 刘月责备一声,继续劝说起来,而我,真正变成了冷血动物。 既然刘珊珊能背叛我,那我就能让她痛失所有。 挂了电话,我第一时间开始找律师,准备正儿八经和刘珊珊打官司,常言道,有钱能使鬼推磨。 当我扔出去十几万,委托律师找到各种可以证明老婆出轨的证据后,带律师将离婚协议书拿到老婆面前,让我没想到的是,老婆竟然直接签署了自己的名字。 她没有起诉,更没有给我打电话,找我多要一分钱,十万块钱补偿费。 她也没说什么时间让我给她。 当我从律师口中得到这个消息,心里忽然轻松了很多。 同时,我心想刘珊珊还是很有自知之明,知道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,所以没脸找我要钱,投资开美容院的事情。 因为我和刘珊珊离婚,便一直搁置到三个月之后才重新启动,因为我没参加过任何培训,之前也没做过这方面的生意。 所以,美容院开起来之后,我只能招聘专业人士负责管理运营,挑选良辰吉日,美容院开业当天,没想到岳母竟然带着她家七大姑八大姨前来闹事。 这种情况,在这三个月里并没少发生,几乎每次,我都是第一时间给刘岳打电话,让她来处理。 我和刘珊珊离婚后,刘岳并没有责怪我,也没觉得我给刘珊珊给的补偿金太少,反倒是我们两个人见面的次数逐渐增加,就像我得知老婆背叛我当天一样,她这个大姐姐的身份,一直在持续扮演刘岳的行为,让我充满了感激。 虽然我到现在还在恨刘珊珊,恨她不忠,恨我的岳母,恨她叫女无方,可我从没恨过刘岳,因为若不是刘岳,我可能现在出门头顶一片绿,若不是她。 我真不可能在三个月内从这份悲痛中走出来,和刘岳在一起的时候,我会感觉到轻松,愉悦,我们俩也心照不宣,我不问她任何关于刘珊珊的近况,她也从不提及我和刘珊珊以前的种种和往常相同。 岳母和七大姑八大姨闹得正凶的时候,刘岳来了,结果,让我没想到的是,刘岳正劝说岳母时,岳母竟然毫不客气地一巴掌抽在了刘岳脸上。 你这个白眼狼,害人惊,你现在还有脸来劝我是吧?你滚,你马上从我眼前滚开。 我就站在不远处,看到这一幕,当即火冒三丈,但为了避免尴尬,我索性拨通了报警电话,警方倒是非常给力,没一会,店门口便平静了下来。 而我,则带着刘岳上楼,去了办公室,看着她红肿的脸颊,我莫名感觉到有些心疼。 而刘岳,则在我进门后,竟然一把将我抱在了怀里,对我哽咽着说, 一阳,我爱你,你等我离婚之后,我们结婚吧。 哦,我脑子里就像是马蜂窝被捅,尽管我最近也曾想过这种情况可能发生, 可我没想到,竟然来得这么快,这么让人猝不及防,见我沉默,刘岳将我松开,眼睛紧盯着我,你是不是不愿意? 我知道你现在有钱了,你可以找比我更年轻漂亮的小姑娘,但我真的爱你,我其实从,男人,往往都是下半身动物, 在刘岳三个月来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下,我也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他,此时,我彻底沦陷。 从那天起,我和刘岳稀里糊涂走到了一起,虽然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对不起姐夫,毕竟姐夫对刘岳的感情,我是知道的, 可想到自己以后能和刘岳共度余生,我也顾不上别的我的复仇心理,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减弱,既然刘珊珊能背着我和其他人瞎搞,那我现在娶了姐姐,这无疑足以让她一辈子抬不起头。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我和刘岳在一起不到半月,姐夫杨冰便找上门来,他拿着大锤砸掉了我家房门。 若不是刘岳拼死护着我,我感觉当天肯定会被打死。 最后,只等警方将杨冰带走,这才平息,好在杨冰只找了我一次,从他被警方带走后,没过几天时间, 他好像也想通了,签署了离婚协议,并且选择净身出户,杨冰的做法,让我感觉到愧疚,这个老是本分的男人,在离开的时候,还是选择将一切留给了曾经爱过的女人,刘岳和杨冰离婚。 我便可以和刘岳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,也许是被忽如其来的幸福冲昏了头脑,在要么就是经历了老婆这件事后,我的心里逐渐变得扭曲。 我和刘岳在一起不到一个月,竟然商量起何时结婚,什么时候举办婚礼,刘岳貌似比我还着急,在我提出结婚的当天,他便笑着,说择日不如撞日,就当天办理结婚证,我没拒绝,可总觉得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。 直等我准备好相关证件,刘岳正在洗澡时,外面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,我打开房门,我吓了一大跳,门口站着一个短发女人,瘦骨临寻,脸上的颧骨高高凸起,眼眶凹陷进去,面色苍白,嘴唇都微微泛着白色。 待我看清楚对方时,我瞬间愣住了,之前那个一米六五大高个,体重一百二十斤,美丽风鱼的刘珊珊,现如今居然变成了这样,我不敢想她这段时间到底遭遇了什么,同时,对她足足数月的恨意,也在这一瞬间荡然无存。 在我不知所以的时候,刘珊珊声音沙哑着,对我面无表情地来了句,我想和你谈谈,我在瑞源咖啡厅等你。 看着不到八十斤的她,转身离开时落寞的背影,我忽然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拒绝,见刘悦还在洗澡,我便以出去买包烟为由,匆忙出门,瑞源咖啡就在小区门口左侧不到三十米的位置。 可就是这三十米距离,让我感觉举步维艰,我徘徊了足足十分钟,才下定决心,进去的时候,我想,如果她是开口要钱的话,只要钱不是很多,我肯定会给她,但再次见面,她没有找我要钱,也没有以死向逼要挟我做任何事情,只是给我说了一句话,你们结婚之前,我希望你先查查我姐的争信。 对,直到现在,她还将刘悦当成自己姐姐,我愣了几秒,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她便转身离开,我本打算问清楚她这话到底什么意思,可刘悦却给我打来的电话,问我在什么地方,我便随便胡周了几句,然后匆忙回家,让我查查刘悦的征信。 难道说,刘悦欠了不少钱,一路思虑,带我回家后,刘悦已经打扮得花枝招展,看到我便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,老公,证件准备好了吧? 因为心里藏着事,我只是哼哈答应着,前往民政局的路上,我问刘悦领完结婚证之后,如何举办婚礼,到时候,应该邀请哪些人身家,聊起这件事情,刘悦嘟着嘴说,我看婚礼还是别办了吧? 毕竟你和我,话虽然没说完,可话里话外的意思我还是听得一清二白,这种事情多少有些不太光彩。 再说,自从我和刘悦在一起后,岳父岳母也彻底和刘悦断绝了往来,至于我爸妈这边也返回农村,到现在都没给我打过电话,来到民政局,看到大门紧闭,刘悦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老公,我发现你和我都变傻了,今天是周六。 我看着紧锁的民政局大门,也忍不住笑出声,没办法办理结婚证,我们只能原路返回。 但当我和刘悦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,他手机响了,他掏出手机后,脸上的表情明显发生了些许变化,迅速挂断,然后便挽着我的手臂笑着说, 最近一直有销售房屋的电话打过来,太烦人了。 如果刘珊珊今天没出现,我肯定会相信刘悦说的话,可问题是,刘珊珊的出现,让我陷入了沉思,想起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, 再想想他当时跪在我面前,希望我能听他解释的场景,以及之后刘悦在我面前所表现出的种种,很多事情,让我开始百思不得其解,刚进家门。 他对我说,自己忘记买卫生巾了,然后便自己下楼了,我等他出门后,就站在窗户位置抽烟,我看到他很快出现在楼下,正在给别人打电话,也许是刘珊珊的背叛刺激到了我。 从我们离婚后,我就有些多疑,现在看到刘悦神色不安的拿着手机像是解释什么,这让我再一次想起了今天刘珊珊说的话,好巧不巧,就这时,一则电话打了进来,你叫易阳对吧? 对,家住花园小区,必动三单元六百零九。 你怎么知道? 靠,我们怎么知道? 这话问得好像我们不应该知道似的,告诉你,我们是诚信贷款公司的,你女朋友在我私的贷款,如果明天还不还清,到时候,你们就从现在的房子滚蛋。 对方很霸气,明显属于社会人,带对方挂了电话,我瞬间凌乱了,让我从现在的房子滚蛋。 难道说,我的房子被抵押了不成,要知道,这套房子,可是我和刘珊珊结婚后,奋斗了两年才购买的。 我连忙去卧室翻找产权证,当我将抽屉里所有东西,全都翻出来,放在桌上,两腿忽然一软,直接蹲坐在了地上,产权证没了。 这一刻,我方才梦中惊醒,怪不得刘悦和我在一起后,多次问我那一千万存款何时到期,我平时用的银行卡密码都是多少。 好在离婚的时候,我将奖金总共分成了三份,三百万存在了我母亲名下,三百万则是存在了我父亲名下,剩下的四百万。 我则是留下一百万作为平时周转的资金,三百万存成了定期三年,而我给刘悦管理的那张卡,里面只有一百万,我迅速拿出手机,竟发现卡里面只剩下九十七块钱,说来也怪,这次和上次与刘珊珊不同。 这次我出奇的冷静,我将刚才翻找出来的证件,全都装进抽屉,四千想后,我决定先找刘珊珊谈谈,但结果让我有些无奈,拨打过去后,他并没有接听,等我第二次打过去,他做了数月前,我曾对他做过的事情,直接把我拉黑了,一夜辗转反侧,次日早晨,我决定找人调查,四家侦探所的人, 帮我调查有关刘悦的财务状况,以及其他问题时,我也没有闲着,不断联系刘珊珊,但他对我,或许早已恨之入骨,面对我任何方式的联系,都选择拒绝,刘珊珊的冷漠,更激起了我了解真相的欲望,在调查期间,我也幻想,刘悦和我之间应该,还是存在一定情感的,他虽说欠下了外债, 但应该不是很多,退一万不讲,只要我以手中的存款,能够将刘悦欠下的外债还清,那我也会心甘情愿帮其还债,但事实,却没我想的这么简单,时间,一晃来到周一,按照约定,今天我本该和刘悦去领结婚证, 但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,刘悦那边到底欠了多少钱,侦探所那边也没给我任何消息,为了保险起见,我决定先问问刘悦,我想,如果刘悦真的爱我,肯定会将事情的来龙去卖,给我说清楚, 可当我询问刘悦是否在外面有贷款时,他却笑着说没多少,之前就借了朋友小几万,并当着我的面表示,他今天就会还清,我是个成年人,在已经接到催收电话后, 怎么可能还相信刘悦,不过我没拆穿,在他看似迫不及待与我去领结婚证时,我说谎,自己早晨出门,将身份证丢了,刘悦笑着说没事,既然找不到,就先不找了。 结婚证以后办也行,他的态度,让我有些疑惑,他和往日一样厨房做饭,而我在看电视的时候,四家侦探所那边,终于给我发来了消息,与对方约定好时间,待中午,我便借口出门,听对方说完所有有关刘悦的情况,以及他们无意中调查出的一些事情后,我彻底崩溃了, 我没想到刘悦在我中奖之前,便已经债态高筑,没想到他为了还债,在我和刘珊珊离婚时,便提前抵押了岳母家的房子,更没想到,他当时为了让刘珊珊和我离婚时,平分家产,竟然将刘珊珊软禁在他化妆品店的卫生间内,长达数日,眼前男子所说的每句话,都像是一把尖刀, 狠狠戳在我的心脏上,可这次,我依旧强忍着心头的愤怒,委托私家侦探,帮我调查刘珊珊背叛我的事情时,没想到我,竟然接到了刘悦的电话, 他说话的语气相当平静,呵呵,既然你已经委托人调查了,看来你肯定都知道了,另外,我也知道,你两天前见过那个傻子, 现在这傻子就在家里,你不打算回来聊聊,我瞬间产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,来不及与对方继续交谈,我便匆忙朝家里赶去,然而,等我回家,竟发现刘珊珊果真在,而且除了他之外,还多了一个男人,杨斌。 杨斌和刘珊珊一样,瘦了整整一圈,他身上的斯文气息,早已不见了踪影,相反多了几分力气, 姐夫看上去充满了绝望,手中拿着匕首,搁在刘珊珊颈部,锋利的刀刃, 已经将刘珊珊皮包骨的脖子划出了一道血痕,一扬,不要怪姐夫,我只是太爱你姐了。 现在你姐已经被逼上了绝路,能救她的只剩下你一个人,求你了,将你存在卡里的钱全都借给我们。 我看着杨斌颤抖的手,唯恐她一不小心,划破刘珊珊脖子上清晰可见的血管,便满口答应, 行,行,不就是要钱吗? 我全都给你,你先将珊珊松开,都是一家人,有话好说,不,你姐说了,让你现在转账给她,半个小时内,她要是还没看到钱,就让我,让我和你们同归于见。 杨斌看上去情绪激动,为了避免意外发生,虽然我知道半个小时内将钱转给刘悦没有可能,我还是不断点头,好,我转,我现在就转账,还不行吗? 说完,我便给我爸妈打电话,让他们尽快将存在卡里的钱给我转过来, 并告诉他们急用,紧接着,我又将手机上的部分零钱给刘悦转过去,以此来获取杨斌的信任,待杨斌逐渐放松警惕之后,想起之前刘珊珊跪在地上求我的场景, 我直接跪在了杨斌面前,姐夫,求你先放了珊珊,这件事情和珊珊没关系,你要挟持,挟持我就行了。 求你了,你看她现在这样,难道你不心痛吗? 杨斌虽然心狠,可终究摆脱不了老师本分的一面,不知她是觉得我可怜,还是觉得刘珊珊可怜,在我劝说一番后,竟然真的将匕首从刘珊珊脖子上拿开,刘珊珊一言不发地看着我,我从没见过她有过现在这样的眼神,不知是恨我,爱我,还是怨我,而我,则不断示意,让刘珊珊快点起来, 可她纹丝不动,就那样盯着我,想当初,我怀揣菜刀,守候在那家酒店门口的时候,我曾八步地刘珊珊出门,便被车撞死,可现在,我竟然在心里不断呐喊着,你傻呀,你走,你快走啊。 就在关键时刻,没想到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声警笛,而杨珊也下意识地抬头去看,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,在杨珊扭头朝窗户看去的瞬间,我直接起身,死死将杨珊抱在了怀里,走。 刘珊珊,你特么快走。 待我呼喊的同时,杨冰手中的匕首,不知不觉刺在了我的腰间,当时我并没觉得有多疼,只感觉自己腰部发麻,有点发痒,我死死抱着杨冰, 只等刘珊珊起身朝我冲过来时,杨冰再次抬起手,匕首又戳在了我的肋骨中间,这之后,我很快便没有了知觉,等我醒来,已经是半月之后,身体虚弱的我翻身而起,首先看到的是我的岳母,那个曾恨不得让我死的女人,而我也从她嘴里得知了所有的一切。 原来,刘悦开店期间,沾上了网络赌博,越陷越深,抵押了自己的店面不说,开始四处贷款企图翻身,恰好那天唱歌,他知道了我中奖的事情,于是便一手策划,先以自己和杨冰感情不合,让老婆与自己的朋友,也就是照片中的老男人,去那家主题酒店桌间,而他,则拍摄照片, 造成老婆背叛我的假象,打算让我和老婆离婚,然后等老婆和我平分家产,便拿着老婆的钱去还债,因为他知道,找我借三五十万,我肯定会借给他,可借七八百万,我绝对不借。 结果等老婆看到照片后,便知道自己被骗,一记不成,他便又生一记,索性闯入我的生活,企图与我结婚后,夺走我所有的资产,至于同样作为受害者的杨冰,因为深爱着刘越,他甘愿放弃所有,甚至于一个男人的尊严。 哪怕是触犯法律,也要满足老婆的一切要求,听岳母说完,我沉默良久,方才问,珊珊还怪我吗? 岳母没回答,只是擦着眼角的泪水,缓缓抬头,对我露出了慈祥的笑容,而我,在看到这一抹笑容后,再一次泪如泉涌。